在上一个会期 先议员蔡依静咨询的时候提到 马太安部落风雨计划的争取 在顺利争取到花冬基金 一亿九千万元之后 未来将建设风雨场馆 展示部落的文化 而5号的上午 原住民行政处是安排了部落族人 来到了七星潭、火油坝 以及受风的考古文化馆 进行了参访 希望借此活动 能够提升部落族人 在文化展现上的内涵 马太安部落即将在 部落技术广场后方 建设风雨计划展示中心 为了提升部落居民的共识 强化部落对文化、生活美学的展示内涵 5号上午 先议员蔡依静 乡名代表与部落居民 来到了七星潭、火油坝 了解地方协会与产业结合的 发展方式 总算是有先跨出了这一步 那我们今天 包含了我们的部落的领袖 还有我们地方的民意代表 以及在部落里面 从事不论是餐饮还是公益 各个方面还有巡守队 各个团体 都有一些代表出来 那我们总共30位 今天来到我们七星潭这里 回油坝来做这样子的体验学习 也是在七星潭这里 是从海洋的角度去切入 那我们也期望我们的族人们 在这样子的一次体验当中 也可以吸收到 那我们未来在我们马太安部落 我们也有我们的巴拉告 我们的捕鱼的文化 以及我们在地的生态的体验 我们希望呢 这些都可以做一个经验上面的学习 回油坝总执行长也说 马太安部落可以寻找 在地的文化特色 来发展出这具代表性的产业 才能够让部落与协会合作 推展出任何地方特色的旅游空间 其实在马太安部落这边 其实也有巴拉告 跟回油坝我们在七星潭这边的定制鱼法 其实也有相当类似的一个捕捞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也知道说 可以怎么去跟这些长辈来去做交流 帮他饮食鱼的文化 到认识在地的这个鱼法 其实也都可以在马太安这个地方 做像这样子一个类似的风味餐 或是在地的饮食的一个操作 到认识到在地的产业 所以今天也很高兴 可以跟我们这些长辈 有进一步的一些交流 希望后续持续可以在这个地方 对花莲在地的传统产业 或是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一些发展跟合作 原住民行政处长陈坚春表示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参访活动 能够提升部落共识 并且能够强化马太安部落 未来在风雨计划中 所能展现出部落的文化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安排 光复乡马太安部落 关心这个计划的族人们 一起来考古博物馆观摩 那同时也为我们未来 风雨计划建筑物落成完工后 这个风雨以马太安文化为主的管设 未来要在里面呈现哪些 马太安阿美族文化的核心内涵 以及如何透过现代化科技策展的设计 让进到风雨计划 进到马太安部落的人 能够充分的认识 了解我们马太安阿美族文化的荣耀 风雨计划已经争取到 华东基金相关预算 并且已经上网招标 而在这一次的参访行程当中 就是希望凝聚部落共事 在未来的风雨计划展示中心 不只能够体验阿美族文化的内涵 也能够创造出在地的价值 提升部落能见度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